金瓶梅 第四十三回 我是评书演员梁君 昨天咱们说到 吴神仙给四娘孙雪娥算命 算定她必赌凶亡 吃了四反的亏 哪四反呢 纯反无情 耳反无伦 言反无神 笔反不正 这也是金瓶梅的作者 给孙雪娥指出了未来的道路 孙雪娥的下场 是金瓶梅里所有女人当中 最为凄惨的之一 她的结局是被逼为暗昌 最后上吊身亡 孙雪娥下去以后 吴岳娘啊 叫西门庆前妻的闺女 西门大姐上来想一想 神仙一看西门大姐 摇了摇头 说这位女娘 独梁佛 笔梁笔鹿 破足行家 身落破罗 家私消散 脸皮太急 随勾续长 而瘦一腰 行如雀跃 出家时 而衣食缺乏 不过三九 当受折磨 为夫反目 姓通灵 父母衣食 谨养身 相貌有据 难显达 不遭恶死 以为艰辛 这也是作者 借神仙之口 给西门大姐的命运 做了最后的铺垫 西门大姐 在西门庆死了以后 遭丈夫陈经济的恶意迫害 外家百般折磨 不及二十五岁 上吊而亡 西门大姐想完了以后 吴岳娘啊 也叫丫头春梅 顺便来像一像 春梅啊 刚开始不答应 西门庆给她使了个眼色 这春梅 扭扭捏捏 走上来 勉强的 让这神仙 像一像 这神仙啊 一睁眼 看了看春梅 嗯 见这女子 年纪不上二九 一十八岁 头上戴银丝云记 白纱挑衅的衫子 桃红裙子 蓝色的皮甲 蝉手蝉脚 扭扭捏捏的出了来 到了万福 这神仙 看春梅 看了好久 这才说 吴亮佛 这位小姐 五官端正 赌个清旗 杂戏没弄 秉性要强 神机眼缘 为人即到 山根不断 必得贵夫而生子 两额朝拱 早年 必带诸官 成夫人 行不若非先 声响神清 逼夫而得路 三九 定然风赠 但是 他吃个亏 左眼大 右眼小 早年客夫 周岁客娘 又塞上一点黑质 一生 守 丈夫敬爱 这正是 天庭端正 五官平 口落屠杀 行不清 仓库风影 财路后 一生 长得 过 以人 连 庞春梅 是金平梅中的 一个重要的人物 所谓金平梅的梅字 就是指的春梅 他在本书的后半部中啊 会得到 更大的发展 真应了 神仙那句话 他到最后 当 夫人 神仙 想完了以后 众女人啊 都说 他是神像 西门庆挺高兴 封白银无良 要送给神仙 吴神仙 再三推却 说 吴良佛 听到 原有四方 风餐露宿 要这财产何用啊 绝不敢受 西门庆不得已 拿出一大匹白布 说 送仙长一件大衣 如何呀 神仙 这才受 令小童接了 低头败谢 西门庆送出大门 这位神仙是飘然而去 西门庆回到后厅 问月娘说 神仙给众人 所向如何呀 月娘一听 乐 说 向的都挺好 只是三个人 没向对 西门庆说 哦 哪三个人 没向着啊 哦 向啊 这李大姐有病 到明天生贵子 如今他现在怀着孕嘛 这也算了 向咱家大姐 明儿个要受折磨 这从哪说起呀 我虽是他的后娘 但是后娘 也不可能 让孩儿来受罪呀 再者说了 这第三个吧 春梅 后来也能生贵子 也可能 过两年啊 尼克他扶了证 当个老婆 个人子孙 也看不见 谁知道 他有没有这个命啊 但是有一点 说他后来 带诸官 有贵夫人之分 咱们家 又没个当官的 哪儿讨个诸官来呀 就是有诸官 哼 也轮不到 他头上啊 啊 西门庆一听啊 笑了 哎 这位神仙 向我 墓下有平地 灯云之喜 就是说 我能当官 加官进决 我啊 哪儿得的官来呀 他呀 又看春梅 和你站在一块 打扮的 跟别人不一样 带着银丝嫡妓 只认为 你是我 新生女儿一般 倘货后来 能匹配个名门 招个贵婿 也可能 有诸官之分 自古 算得着命 算不着啊 向主新生 向随新灭 周大人 给他送来 咱们 能博了 人家的面子吗 小子 想一想 也就罢了 信啊 就有 不信 则无嘛 老话了 说完了 月娘也没说什么 当下 摆上饭 众人啊 吃过饭以后 各自 就散了 过了两天 西门庆啊 手里拿着个 芭蕉扇 在园子里 信不咸游 来到大卷棚内 聚敬堂中 四周 放下了连笼 四下路 花木眼影 仗之中午 只闻 屡阴深处 一派缠声 忽然 风送花香 齐人扑鼻 这正是绿树浓阴 夏日长 楼台倒影 入池塘 水晶联洞 微风起 一架枪薇 满院香 这种风景 不禁使人呐 想起 红楼梦中的 大官员 其实大官员呢 还没这里好玩呢 西门庆坐在椅子上 用这扇子 跟着摇梁 只见加奴来安 话筒两个小厮 游打井上 打来凉水 西门庆说 你们要干嘛呀 哦 我们来给花浇水 西门庆说 来安哪 你过来一下 到后边 对李春梅姐说 有酸梅汤吗 立一壶 来给我喝 来连忙答应着去 过了一会儿 只见春梅呀 带着家常的 云丝笛记 手里 滴着一壶 逆尖的酸梅汤 笑嘻嘻地 走过来 问 您吃了饭了吗 西门庆说 我在后边 才吃了 你呢 我也吃过了 哦 怪不得 你不到 暗房里来呢 听说 你要酸梅汤喝 我呀 给他放到冰里 拔了拔 现在给你送来了 西门庆听话 高高兴兴的 点了点头 春梅呀 就把这酸梅汤 又放在冰里 拔了一会儿 走过来 扶着椅子 顺手取过 西门庆手中的 芭蕉扇 替西门庆打扇了 一边就问道 哎 当家的 桃李大娘 和你呀 说了些什么呀 说无神仙相面了 那回事 哦 那倒是平白说 俺能带珠棺 那大娘 凭啥说 嗯 有珠棺 只怕轮不到 他头上带 那常言说的好 凡人呢 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 从来炫的不圆 砍的圆 个人裙带衣食 怎么能料定呢 莫不到 常言着 俺只在你们家 做奴才 做一辈子不成 西门庆一听啊 就乐了 哎呦 你个死丫头 赶明的 你若能生个孩子 我就替你上了头 正经 你不也成夫人了吗 说着 高兴的 把春梅搂在怀里 两个人手拉着手啊 跟他聊天 西门庆就问 你娘在哪呢 怎的不见呢 哦 娘啊 在屋里呢 叫秋菊 烧些热水 要洗澡 等不等 就在床上睡着了 哦 西门庆一说 等我呀 喝了两碗梅汤 走 咱们找他玩玩去 大傻无大 邪掌也只是犯困 说着 西门庆 有打春梅手里啊 接过一碗 冰拔的梅汤 猛喝了一大口 哎呦 把骨之粮 透心信使 乳干露 洒心一般 太甜了 现在的酸梅汤啊 仍是北京著名的 夏日消暑之品 待了一会儿 西门庆喝完了 就搭乎着春梅的肩膀 转过小脚门 来到金莲的房中 看见潘金莲啊 正睡在一张 新买的罗电床上 什么叫罗电床呢 就是一种 硬物的高级床杖 罗电 就是用海中的母利壳 细细的 打磨成各种花样 然后镶嵌在这 烟墓家具上 外边涂上油漆 从外边一看 非常的华丽 现在的故宫 外加红墓家具市场 到处都可以看到 罗电家具 非常的贵 不但现代贵 当时啊 也很值钱 就是因为李平儿房中 有这么一张罗电厂厅床 潘金莲看着 那心里也热呀 赶紧叫西门庆 用了六十辆银子 在当时也算是一句话 也替金莲自己 买了一张罗电 有栏杆的床 两边的木格子里头啊 鲜的都是罗电的传造花 有灵毛花 有蓝的花 还有紫娟的花 外边挂着一个紫砂账漫 紧带银钩 潘金莲啊 上身紧带着一个 红霄灵断的抹胸 下身穿着一件 绿色沙的紧身内裤 盖着红砂的小薄被 枕着鸳鸯枕 正在凉席之上 水丝正浓 西门庆一看啊 挺高兴 令春梅戴上门 先出了去 自己悄悄的 把外衣一脱 上到床来 掀开沙背 将金莲软一温香 搂在怀中 这盘金莲突然一下子 被惊醒 睁开眼一看 是西门庆 笑道 四东西 三不知道 多早晚进来的 奴睡着了 根本不知道 睡得甜甜的 你又把奴给吵醒了 西门庆说 哎 我便罢了 若是来个生汉子进来 你也催 不知道如何 潘金莲一听 骂道 少废话 谁人七个头八个胆 赶到我这房里来 也就是你了 没大没小 乱跑了来 那就罢了 感情啊 潘金莲 因前两天 西门庆 在花园中 翡翡轩 夸奖李平儿身上白镜 那就暗暗的 将茉莉花蕊啊 岩碎了 脚上苏油 外加上细粉 把那身上都给擦遍了 擦得白逆光滑 底相可爱 欲夺李平儿之宠 西门庆 看着潘金莲身体雪白 穿着新作的两只大红鞋 一时啊 惊看呆了 这书说到这儿啊 说书人想起了 现在不都流行美白吗 潘金莲当时就非常懂得美白 用这紫茉莉花蕊 给它颜碎了 脚上苏油 苏油就是奶油 外加往脸上擦的 这个细粉 仅仅也就三样原料 把这潘金莲身上擦的 都雪白 令西门庆都看呆了 不知哪位美容产品制造商 您听见以后 不知道能否参考一下 也能生产出一批 草本的 汉芳衣的 纯中国的 没有污染的 对身体无害的 绿色的 美容不服产品来 这产品一上市啊 肯定大受欢迎 而且呢 是纯中药的 没有副作用 您想 中国人能不喜欢吗 在这儿 说书人呢 先给您恭喜一下 祝您发财了 好了 咱们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前文咱不是说过吗 西门庆看潘金莲浑身雪白 看呆了 潘金莲就骂道 刺东西 瞎看什么呀 奴的身上黑 哪像 李平儿身上 那么白就是了 他怀着孩子 你呀 清得联系 暗门啊 都是外边捡的 哼 让你呀 这么欺负暗门 西门庆说 哎 少废话 听说 你等着我 洗澡呢 喝不 哎 你咋知道的 哎 是春梅告诉我的 潘金莲一听 死丫头 嘴还挺快 你先洗吧 我叫春梅啊 给你滴了水来 多一会儿 春梅把浴盆呢 弄到黄州 注好了热水 水弄好以后 二人下着床来 供浴兰汤 同校 雨水之欢 夫妻俩 在这澡盆子里 闹了好一会儿 西门庆啊 也觉得 有点累 赶紧把这身子擦嘛干净 撤去浴盆 西门庆 穿着件薄衫 短裤 他就上了床 潘金莲一面赶紧呢 把这烧桌 给安排好了 弄了几个菜 准备喝酒 回头吩咐秋菊 去 去白酒来 给你爹喝 接着 要从柜子里 西门拿起一块 裹馅馅底 一给西门庆施 恐怕他 肚中饥饿 过了一会儿 秋菊啊 把一把银酒壶 取了纵来 潘金莲 裁针了一小钟酒 用手摸了摸 冰凉冰凉的 嘿 这女人就生气了 照着秋菊啊 把那酒 只这么一泼 泼了秋菊 一头一脸 骂道 贼少好死的奴才 我怎么吩咐你 让你把酒 给烫来喝 干嘛 拿冷酒 给你爹喝呀 你不知道 安的什么心呢 春梅 把这奴才 给我滴了到院子里 让他跪着去 春梅听了 赶紧上来收拾 边收拾边骂 嘿 你说吧 我到后边 给娘啊 卷果着去了 这么会儿没过来 你就跟这儿 给我惹下事了 啊 死丫头 秋菊一听啊 把那嘴啊 给撅着 嘴里喃喃的说 每天嘛 这么热 爹娘还吃 冰拔的酒呢 谁知道这个又改了签了 新梅一听骂道 四奴才 你说什么呢 你给我过来 春梅啊 给我脸上 打他十个狗大 春梅一听 呸 二提脸 打他 他脏我的手呢 叫他顶个石头 跟院子里头跪着去吧 于是 不由分说 把秋菊拉到院子里 叫他顶着块大石头 跟他跪着 新梅啊 看着丫头跪好以后 重新叫春梅暖了热酒来 排西门庆 喝了几重 然后撤去抗拨 放下杀杖子来 两个人呢 吩咐春梅 把房门拽上 这俩人 他就睡下了 春梅见金莲两口子 睡着以后 就悄悄的 让秋菊起来 回到后边 自己想玩了一家去 春梅呢 自己个儿 坐在川廊下 一张梁椅子上 跟他纳鞋 抬头看见秦桶 在脚门口 梳头探导 跟他观看 春梅就问 你有什么事没有 秦桶不敢进来 在外边 给春梅呀 打着手指 春梅就骂道 刺东西 有什么话 你说就是了 干嘛指手画脚的 秦桶笑了笑 就说 咱家看老坟的张安呢 在外边 等着见爹 说话来 春梅就骂道 刺东西 张安就是了 何必大惊小怪 跟个贱鬼似的 你小声点 我告诉你啊 爹和娘啊 睡着了 惊醒他 你等死呢 叫张安呢 跟外边 等着他 秦桶没法子 来到外边 又挡了一会儿 嘿 接着来到脚门口啊 又探头探脑 问 春梅姐 俺爹起来了吗 春梅骂道 撕东西 又吓我一跳 有头没要紧的 你跑我这儿 撞哪门都混的 啊 秦桶赶紧说 哎呦 春梅姐 张安呢 等爹说了话 还要赶出城去呢 怕天晚了 春梅一听 哎 爹娘正睡得甜甜的 谁敢打叫他 你叫张安呢 先等着去吧 如果太晚了 明儿个再说 等说着呢 不想西门庆 在房里听见 赶紧叫春梅进房 问他跟谁说话 春梅就说 秦桶啊 说咱家老坟上的张安呢 在外边 见爹 有话说了 西门庆一听 赶紧说 好 拿衣我穿 我马上就去 春梅一方面 打发西门庆穿外衣 这回的 金脸也醒了 就问 那张安进来 说什么话 那么着急啊 哦 张安前天来说 咱家老坟隔壁啊 赵寡妇家 那个老坟子 连地要卖 价银三百零 我给他还到 二百五十两 叫张安跟他讲去 那个老坟子 可大了 里面有一口井 四个酒圈 都能打水 咱们 我把这个庄子 埋好以后 两处坟地 展开为一处 里边 盖三间大厦 三间厅房 又盖点山子 盖点花园 井亭 射箭厅打球场 这样一来 咱们清明节 上坟的时候 就不光踏青了 还有一个 好玩的去处 哪怕 破鸡两银子 收拾吧 不也好吗 金脸一听 那感情好 买了吧 干明啊 咱们上坟的时候 那边 就能痛苦快快的 玩上他一天了 说完了 西门庆 赶紧奔前头 和张安 说话去 西门庆啊 还是个聪明人 不但把城里的房子 弄得很好 就是连城外的老坟地 也想着过程 花园一大 这也是西门庆 发财的路途之一 咱们再说 金脸下午起来以后 向进台前 重云坟嶺 再整云壁 出在院子里来 要打秋菊 春梅也没法子 只好到外边 把秦童叫了来 手里啊 跌着一块大板子 潘金脸骂道 死丫头 你过来 今儿个 我要叫秦童来打你 叫你拿酒 为啥大棱酒 给你爹喝 说了你几句 你还敢顶嘴 越发拿大了 来啊 秦童 给我老老实实 打着奴才 二十板子 秦童听吧 也没法子 赶紧把这秋菊啊 摁在地上 叭叭叭 打了十板子 哎 多亏李平儿过来 笑嘻嘻的 给劝他 饶了这丫头 十个板子 潘金脸又叫秋菊 给李平儿磕了头 放他起来 奔出房去 李平儿 这才说明自己的来意 俺们家的老房啊 领了个十五岁的丫头 后边 二姐姐买来 给房里使唤 只要七两五千银子 咱们大家伙啊 请你过去 给瞧瞧 看看怎么样 潘金脸啊 也没说话 就赶紧从李平儿 到后边 李娇儿房里去 感情 李娇儿啊 一直想买个丫头 始终没买着合适的 这次老蓬妈 不是送来一个吗 李娇儿挺高兴 管西门庆 要了七两银子 给买了下来 不在房中使唤 是不在话下 咱们再说 西门庆的家奴来宝 同着吴朱馆 押送生辰礼物 直奔东京 给赛京拜授 这天呢 正是严暑天气 路上十分难行 免不得 鸡餐可以 这一天 来到东京 万寿门外 众人寻客店安下 到了第二天 吴朱馆和莱宝 把箱子礼物 搭点好了 来到天汉桥 太京门口 等着伺候 莱宝叫吴朱馆了 压着礼物 跟外边等着 自己给他穿上新衣 向守门官吏 行了个礼 那守门官吏问 哎 你哪来的 莱宝说 俺是山东青河县 西门园外的家人 来给老爷进县 生辰礼物 关了一厅 拔也一瞪 贼少死的野囚军 你们那里 兴里是东门园外 西门园外 俺老爷 当今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不论三台八卫 不论王子公孙 谁敢在老爷门口 撑什么园外 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旁边有人呐 认得莱宝 便出来 安抚莱宝说 哎 别干了别干了 此位是新来的 守门官吏 没几天 不认得 不要怪 你不是要见老爷吗 我立马请出 宅大叔来 这莱宝一听啊 哦 对了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连忙有打袖中 掏出一包银子 钟一良 递给说好话的那位先生 那人赶紧说了 啊 我不用了 你再添一点 给那位新来的官吏 甭和他一般见识 来宝一听 点点头 另外又拿出一包银子来 每人一两 两位官员都给打发了 那位新来的官吏的脸上 这才露出点笑容 说啊 你是清河县来的 那么稍微等一下 等我领你先见宅款下 俺们老爷才从上清保销宫进了乡回来 站在书房内睡着呢 以之后事如何 明天再说 那谁 fatto呢 3 7 1